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 今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影天后,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梅艳芳演艺事业的转列点 1990年,梅艳芳举办30场,百变梅艳芳下日要光华演唱会后, 宣布不再领取任何音乐方面的奖项, 著其后所获均为音乐致敬荣誉,发展重心转移至影坛,及慈善事业。 一年后,举行30场梅艳芳告别舞台演唱会, 宣布退出乐坛,消息轰动整个华人社会。 告别舞台演唱会,场场爆满,他与歌迷在这次演唱会中, 都显得难舍难离,场面非常感人。 谭耀文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时透露, 梅艳芳当时的体能相当惊人, 因为每场演唱会,都有30分钟不停的唱跳环节。 谭耀文,许智安,草猛都有参与该表演, 但当唱跳环节完了到后台吸氧气时, 他已经换好衣服,然后回台上继续表演。 1994年,最终的不过热情的歌迷, 梅艳芳于1994年举行感激歌迷演唱会, 复出歌坛,并推出《大碟是这样的》, 当中情归何处,和翻唱至梁潮伟的《朦胧夜雨女》等歌曲, 传众一时。 同年,唱片全球总销量超越一千万张, 是首位香港女歌手有此成绩。 梅艳芳同年亦于澳门开了三场演唱会, 最贵的票价是五万元, 至今仍然是一项未有香港歌手破到的纪录。 1995年,梅艳芳举行了十五场复出歌唱。 虽然如此,他比以前低调了许多, 借绝了一切不必要的应酬。 对于音乐和舞台表演,他更加重视品质, 继续寻求突破,并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公益慈善, 和栽培新人方面。 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梅艳芳逐渐转战台湾及海外市场, 推出了多张高品质国语专辑。 1996年,阔别五年的他, 重新执任新秀歌唱比赛评审, 更因此正式认识该界冠军与多年粉丝何韵思, 何韵思后来更成为他唯一的女徒弟。 1998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 梅艳芳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 金针奖, 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奖者。 后来, 于同年黄尖与顾家辉合办的黄尖, 顾家辉真友情演唱会中, 担任其中一名嘉宾, 并押逐出场。 1999年2月15日, 受邀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并演唱歌曲《床前明月光》。 1999到2000年, 他跟黄耀明、 黄湘俊、 蔡一志等新派音乐人合作, 制作出Larger Than Life和I'm So Happy 两张被受乐迷好评的唱片, 当中跟陈奕迅合唱的同声一哭颇受欢迎。 好, 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